近日,西藏军区某旅与某陆航旅联合组织部队首次在海拔4000米的地区完成1000米低空协装散将训练 参训官兵在披挂好散具的基础上,同时还携带自身武器装备以及相关补给 实跳之前,散将教员对实跳队员进行一遍又一遍的仔细检查,包括散具穿戴、绳索固定等各项准备工作 实跳当日,天空布满云朵,为了保证散将安全顺利进行 气象观测员需不间断的测量风速与风向,为跳伞队员提供准确的气象信息 参训队员除了20多公斤的散具以外,他们每人还协装超过30公斤,将在1000米高度展开散将 高原低空协装散将不仅要考虑天气、风向等外部因素 对散将员自身而言也是一种挑战 高原跳伞和内地跳伞的最大区别,对降落伞性能的掌握 因为高原跳伞空气比较稀薄,降落伞消降速度比较快 对跳伞员着陆是一个考验,在运动过程中和跳伞过程中 对跳伞员这个体能也是一个考验 我们在高原上跳一只伞,消耗的体能相当于是内地的两次体能 通过最后一道检查线后,六人一组的特战分队开始陆续登上直升飞机 在机舱内,散将校员对跳伞队员的背伞和协装进行再一次的检查 确保万无一失 高原具有气候多变,地形复杂的特点 飞行员和地面指挥组需时刻保持联系 并根据指挥口令,为空降寻找最佳着陆点 在投放员指挥下,跳伞队员依次跃出舱门 一朵朵白色的伞花在空中绽放 低空协装伞降,降落速度较快 不仅增加了降伞难度 同时也提升了参训官兵突击渗透能力 跳伞队员落地后可迅速投入战斗 据军方介绍,该训练极大提升了单兵作战能力 有利于官兵快速投入地面作战 协装跳伞通常以战斗小队为主 各个战斗员分别携带自己的武器装备 着陆过后迅速以战斗队形展开 能够迅速地投入战斗 进一步地提高了我们训练的实战化标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